中国的手机厂商数量多,实力强 竞争的主战场有以下几大块 CPU和GPU性能,屏幕素质,系统人性化设置,续航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拍照水准 其中,拍照水准的竞争发展到后来 一个手机背面竟然能出现5到6个摄像头 工程师们也想办法缩小摄像头的体积 从硬件指标跟软件算法上优化照片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另一个行业也在偷偷的随着摄像头的飞速发展而崛起 那就是偷拍 最近几年在卫生间,宿舍,旅店,换衣间被偷拍 被偷装摄像头的新闻实在太多了 这期科技参考我们就来说说如何防范偷拍 随着摄像头的技术跟通讯技术的发展 如今的偷拍已经不限于某个变态狂 满足自己偷窥欲这种形式了 而是一个有分工协作的黑色产业链 客户可以通过下载某个黑产运营者开发的APP 注册登录付费之后 就可以看到正在被偷拍的直播画面 黑产运营者是按照摄像头的数量收费的 他会亲自去酒店、高校、商场里安装摄像头 然后联好网络和电源 再把每个摄像头拍摄的内容按一定的价格卖出去 交易都是采用支付宝口令红包完成的 因为这个红包有个漏洞 能匿名身份 交易完成之后 客户可以看到几个摄像头里所有的内容 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可看的 哪那么巧啊 我看的时候就有人在摄像头里换衣服呢 其实不是 那个摄像头只有在画面变化的时候 才会启动摄像功能 等住店的人走了 换衣服的人走了 会自动的停下来 而且付费的人可以看到最近几周 所有的画面 而不只是当前的 有些人不想纯消费 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挣钱 那就需要自己准备偷拍工具 现在这些工具 在京东跟淘宝上已经被清理得非常干净了 但是在某些二手平台上还能找到 搜索的关键词 也早就不是偷拍 倒射 针孔摄像头之类的了 而是一些模糊性很强的描述 比如说 钓鱼水下摄影 免插电行车记录仪 或者断网可用摄像头 或者CD摄像头 这个CD呢 就是抄底 抄群底的意思 不知道呢 还以为是跟什么股票 或者其他什么相关的呢 这些人买到了摄像头之后 会伪装成客人去住酒店 然后不停的以各种理由换房 一个酒店换三到四次 每次只需要十几分钟 就能把摄像头装好 摄像头都安装在很隐秘的位置 比如说墙上220伏的插座内侧 头顶烟感器的旁边 窗帘盒的内侧 花盆的土里 空调的出风口的扇叶间 洗发水瓶子的底部 电视机按钮的内侧 浴室的挂钩上 亮衣件的塑料支架里等等等等 你听了可能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正是因为最小的针孔摄像机 只需要和手机SIM卡插槽 那个针孔大小的范围就能安装了 所以几乎所有的物品上 都能安装针孔摄像头 之所以偷拍这么猖獗 是因为有钱赚 一部画面清晰的片子 可以标价几十块钱 只要放在平台上 就可以多次贩卖 比如说 有些APP 实际上并不是真的 自己去酒店装的摄像头 然后整理的视频 保存在各个用户频道里的 而是从其他的地方批发来的几千几万段视频 随机的放在服务器里 伪装成刚刚拍摄到的样子 一个APP只要持续有两三千的用户 每个用户买几个摄像头的查看权 运营者一年就能有稳定的几百万的收入了 装摄像头容易 但查处的难度那就大了 酒店自己的保洁员没有技术跟时间 在每间屋子里搜找摄像头 一般来说 一间屋子至少有20个位置可以安装 而且安装起来要不了10分钟 但想找出来 起码一间房子要花一个小时 而平时保洁员处理一间屋子的时间 也就只有10分钟 查起来太困难了 就算运营人员也参与进来 工作量还是非常大 退一步说 就算把摄像头的密码也破解了 然后也查到了摄像头上传服务器的那个地址 但那个服务器在泰国呢 那又有什么用呢 报警也很难抓到犯罪分子 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防范措施 比如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自己花时间找找 特别是对着床和浴室的那些物品 尤其是要注意 看那些黑色的物体表面有没有针孔 你也不用费时费力的把那些设备的外壳拆下来 只要你觉得有怀疑 就用胶布把那个位置贴上就行了 而网上的很多方法 面对今天的偷拍设备啊 其实早就失效了 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把灯关掉 窗帘也拉上 让屋子里保持全黑的状态 有红点的地方就有摄像头 但实际上 今天没有哪个偷拍专用的摄像头 还会保留发红光的功能了 还有说法是 打开手机的摄像功能 不开闪光灯 360度转一圈 有红点的地方 肯定有摄像头 这招呢 其实更没用了 因为手机在这个环境里 对光的敏感程度还不如人眼呢 如果一定要用设备的话 一些APP和硬件可能有点用 我们先说软件 这种软件 其实类似于黑客工具 是一种锈碳器 它会收集空间中的数据包 虽然收集到的格式并不完整 但如果正在上传的内容都是视频的话 数据包是有视频特征的 通过识别这些特征 就可以判断当前的网络环境里 有没有正在持续上传视频的设备 如果有的话 而这个时候 一间空屋子里就你一个人 手机也正被侦查偷拍的APP占用着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流量特征呢 于是 有摄像头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 不久前 一个刚刚上线的反偷拍APP 就公布了一个数据 他们的APP在那会儿还在测试阶段 就有200多个用户提交了排查结果 一共查出了300多个摄像头 这个结果还是比较让人惊讶的 虽说专门下载这个软件的人 一定是对偷拍比较警觉的人 那就算是特殊人群 但他们入住的酒店可并不特殊 和平常的酒店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异 结果这样算下来 寻常一间客房 平均都会拥有1.5个偷拍的摄像头 不过这种软件也有局限性 能查出摄像头的前提是 你的手机跟这些摄像头连在一个WiFi下 但如今很多摄像头并不实时上传 而是攒一些 再由那些偷拍的人手工取回去 于是通过抓包 检测数据特征的方法就防不住了 说完软件 我们再来说说硬件 硬件上有用的工具 就是防偷拍探测仪 它是一个可以发出红色光的设备 设备中央带一个绿光片 当它发出红光射出去的时候 自然会有反射 而偷拍摄像头 被这种强烈的红光照射之后 镜头表面会比其他的物体 更容易把红光反射回去 于是在绿光片的过滤下 镜头的反光就显得格外明显 有点像灯光下 有些戴着眼镜的人 眼镜片随着它的头部转动 在灯光的映射下 也哗的闪了一下 反射出一束光的那种效果 这个办法和最原始的用眼镜观察 然后把所有可能是摄像头的真眼都贴上胶布 是一个道理 所以还是需要仔细检查 不放过每一个物品 比较费时间 另外 这种方法对有些摄像头是失效的 就是那些特地涂了一层增透膜的摄像头 偷拍这个产业 据说当前每年有1000亿的规模 这些黑产运营者应对反偷拍 反跟踪的手段也会日新月异的 对他们来说 在摄像头上 涂上一层对红光的增透膜 可能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技术了 最近我还听说 有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 也用来帮忙反偷拍 原理很好理解 其实就是先收集很多真实的案例 知道客房里典型的摄像头 安装方法跟位置 还有那些安装了针孔摄像头的物品的特点 然后用机器学习的功能 把这些特征都学会 当一个人想知道自己房间里 有没有针孔摄像头的时候 就在房间拍一组照片上传 让人工智能分析这间屋子 哪儿最有可能被安装了摄像头 然后帮你标注出来 你去检查 这样就可以了 在这场偷拍与反跟踪的斗争中 人工智能也需要不断的更新数据 才能学会新的特征 我估计也不是一个能轻松完成的任务 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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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疑